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8月1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首先咱们还继续聊一聊克里米亚的大爆炸 关于克里米亚大爆炸 目前呢,俄军是不承认,是乌军干的 他认为这是消防原因 那乌军呢,现在也没有主动承认 这是他们自己干的 现在呢,美国国防部跳出来了 美国防部高级官员称 美方提供的武器没有被用来攻击撒击基地 美方也不知道爆炸的原因 这不是陆军战术导弹干的 因为美方没有给他们提供过陆军战术导弹 就是那个海马斯火箭炮 能够攻击300公里的那种陆军战术导弹 2022年8月12日海峡时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周五,就是8月12号 表示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没有被用来攻击 位于克里米亚的一个俄罗斯空军基地 美方也不知道发生破坏性爆炸的原因 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认为是本周二 位于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的 萨基空军基地的发生多起爆炸的幕后黑手 这些爆炸损坏或摧毁了大约8架飞机 以及弹药库 没有人正式声称对此事负责 截止周五认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该基地发生爆炸 该基地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一个主要的集结点 俄军的战机就从这起飞去轰炸攻击乌克兰南部的那些战场和军事目标 这个是美军的国防部声明的 不是海马斯干的 更不是什么美国援助了乌克兰能打300公里的那个陆军战术导弹 我相信啊 这个美国国防部啊 不会骗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宣传广告的时候啊 他不能不要啊 援助都援助了 他没有必要说这个不是我这个武器干的 为什么呢 你看海马斯在乌克兰战产上表现那么好 美国国防部都是大大方方承认 这都是海马斯干的 而且呢 俄罗斯说把海马斯已经炸了好几辆了 美国国防部还出来辟谣是没有 海马斯好着呢 为什么 咱们简单的理解 你看这是美军为美国这个武器的品牌啊 他做宣传的 假如这次克里米亚这个萨基机场 是美军的武器炸的 那美国一定要借此要大吹特吹嘛 做广告啊 这样他的武器才能卖得多啊 军火山才喜欢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 你看美国国防部 前几天突然承认了 美国啊 向乌克兰提供了 叫哈姆反辐射导弹 这种导弹呢 专门用来打击那些防空雷达 比如说俄军的什么S300 S400 你只要雷达一开机 它那个是百分之百的命中 等到俄军呢 在战场上发现了哈姆的残片 这个时候 美国发现只包不住火了 美国国防部大大方方的承认 说他们向乌克兰援助了一批 哈姆反辐射导弹 那俄军啊 也没有脾气啊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乌克兰利用这个哈姆导弹 已经摧毁了俄罗斯啊 17个这个防空雷达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这个哈姆反辐射导弹 它是由空军啊 由飞机发射的 乌克兰它那些俄式飞机 是挂不了美式的哈姆反辐射导弹 这个大家清楚吧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 乌克兰哪来的飞机呢 美国有没有给乌克兰援助F16 所以啊 极有可能啊 是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 或者是什么斯洛伐克啊 这些国家援助给乌克兰的 这个米格29 因为这个米格29啊 已经被改装了 上面的电子啊 系统都已经改装中 跟北约的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可能就能挂载 这个哈姆反辐射导弹 这个极有可能啊 是波兰提供的米格29战斗机 秘密的提供的 没有对外宣传 美国秘密的提供 哈姆反辐射导弹 波兰秘密的提供飞机 那他们是要干什么呢 按照美军一贯的操心 他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提前都要说的 但是读读啊 这个哈姆反辐射导弹 他就从来没有公布过 直到被别人发现了 抓住把柄了 他才出来说 我给乌克兰提供了这个武器 什么飞机发射的 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美国为什么这么干 波兰还有 或者就是提供飞机的 这个国家 还有乌克兰 为什么要秘密的行动 我想啊 这个就和这一次 克里米亚 这个萨基机场爆炸 有密切关系 你看美军提供这个 反复射雷达导弹 这个波兰提供飞机 那么乌克兰人呢 就利用这个 把俄罗斯的 17个防空雷达 包括S300 S400 这些防空系统 全部摧毁 导致什么 导致俄罗斯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吓得俄军啊 雷达不敢开机 俄军的雷达不敢开机 就导致了 乌军 他们国产的这个导弹 有可能是原点 有可能是海湾星 有可能是 乌克兰现在研发的一款 什么中程导弹 发射 飞行了两三百公里 击中了啊 位于后方的 克里米亚机场 就是那个萨基机场 你看 美军前面秘密提供 反复射导弹 波兰提供飞机 实际上都是为了 打击俄军 在克里米亚的机场 做铺垫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 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机场 给它拔掉呢 据说啊 这个机场是 俄国海军航空兵 什么第43团呢 这个团的战斗力 已经被摧毁了 这个机场 暂时不能用 可以说啊 乌军这次突袭 非常成功 如果我们 把海马斯 打击 地尼泊河上的 这个四个桥 然后乌军呢 用导弹袭击 这个后方的 俄军的机场 如果把它结合起来看 你就发现 乌军这个战术啊 非常得当 有条不紊 在赫尔松战场上面 乌军现在是在 瘫痪俄军 给俄军啊 窒息 对吧 压缩俄军的空间 你看 他也不急于反攻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说 乌军现在没有实力反攻 因为他没有坦克啊 专甲车这些 重装备 还是少啊 没有办法跟俄军去 应拼 但是呢 他把这些 欧美援助的武器 发挥到极致 利用这个欧美武器的 这个先进性 压制了俄军 乌克兰的空军呢 你说的强 恐怕也不符合实际 因为俄军在赫尔松 在克里米亚 肯定部署了大量的 防空导弹 S300 S400 这些系统 甚至啊 俄军还在克里米亚 部署了最先进的 防空导弹 那么乌军通过这次 袭击克里米亚机场 实际上就严重的 打击了俄国空军的力量 让俄国的空军啊 没有办法支援赫尔松战场 在地面给它消灭了 不是在空中把它击落的 这些飞机在机场 就被炸掉了 我们再想一想 只要俄军 拿这个哈姆 反辐射导弹 没有办法 它解决不了 那么呢 俄军的雷达 它就不敢开机 俄军的防空系统 它就是瞎子和笼子 那么以此推理啊 俄军在克里米亚的 空军基地 它就是处在 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随时遭到乌军的 导弹的袭击 不在乎这一次炸掉它多少飞机 这一次炸掉九架飞机啊 确实这个战果非常喜人 非常大 但是实际上 你只要炸了它一架飞机 你只要有一颗导弹 落在着克里米亚机场 这就向俄军啊 宣誓了 你这个机场不安全 随时可遭到打击 这样就会导致 俄军在这个机场 不敢部署太多的战斗机 尤其先进的战斗机 它只能部署少量的 这样就极大的削弱了 俄国空军的力量 让俄国这些空军呢 支援赫尔松 我想啊 这个恐怕是 袭击克里米亚机场的 这个意义 显然 袭击克里米亚机场 是美国 乌克兰 波兰 几方啊 精心策划的 确保乌克兰在 赫尔松战场上 处在一个优势地位 确保乌克兰 不能在赫尔松 这个战斗中失败 我们前几期视频 一直讲 俄罗斯和乌克兰 双方都不能失去赫尔松啊 俄罗斯要失去了赫尔松 那克里米亚 他就守不住了 克里米亚一丢 那普京 怎么向俄国人民交代 八年来都白干了 还死了这么多人 那对乌军来说呢 赫尔松也不能丢啊 赫尔松一丢 那这个 接下来的 尼古拉耶夫 什么奥德萨 都守不住 无险可守 俄军的这个 激活化部队 会长出植入啊 那这样乌克兰 还真的成为一个 内陆国家了 如果再打下去 那这些俄军啊 钢铁部队 也可能会打到乌西 那整个乌克兰 就亡国了 所以说啊 赫尔松对乌军来说 也非常重要 所以双方在这儿 都不容闪失 那我们作为吃瓜群众 作为看客 看到现在 大体是看明白了 乌军啊 在赫尔松战场上面 是进行立体打击 用海马斯 把这个地内波河 给封锁了 扇演了一出啊 这个海马斯 与苏干水泥的较量 8月12号 当地居民反映呢 又有海马斯 袭击了这个 水坝上的这个铁路桥 实际上 乌军的意义 也就在于此 对吧 他也不需要 把那桥整个炸掉 总之 我只要有 海马斯的炮弹 落在桥上就行了 告诉俄军呢 这个桥对你来说 不安全 你走不了 当然今天好像 有俄方媒体报道啊 说他 俄军啊 拦截了几颗 这个海马斯 火箭炮的炮弹 这个不知道真假 你即便拦截了两枚 意义也不大呀 无非到时候乌军 多弄几台海马斯就完了 现在啊 美国 德国 英国 这几个国家 一共给乌克兰提供的 海马斯 在战场上工作的 一共只有16辆 泽伦斯基要求 增加到60辆 这是什么概念 我觉得60辆 比较困难呢 为什么 你16辆 它这海马斯的 火箭炮炮弹 供应都是个问题 你要60辆 那这个炮弹 从哪找去呢 你搞那么多海马斯 结果没有火箭炮炮弹 也没用啊 据说啊 俄军 普京啊 在赫尔松战场 在克里米亚 聚集了 60%的 这个就是对乌克兰 特别军事行动的兵力 就是集中在赫尔松 在地涅伯和两岸 以及在克里米亚 这也是咱们刚才说的 足以显现 普京对赫尔松战场的 这个重视 实际上啊 为什么在乌冬地区 现在比较消停呢 就没有大的战斗 都是小规模的战斗 是因为俄军 把很多部队啊 主力都抽掉到 赫尔松战场了 那这个是好还是坏呢 我现在啊 说实话 对俄军 是深深的担忧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 目前这个赫尔松战场 那个态势 就是俄军在这儿 动弹不得啊 他又过不了河 蒂尼泊河左岸的这些 大概60个战术营呢 人吃马喝的 本来还相对安全 因为他背靠着克里米亚 算是大河方 物资是不缺的 炮弹也不缺 但是现在呢 乌军袭击了 这个克里米亚的机场 克里米亚的几个中火库 全部被炸掉了 预示着克里米亚 已经不是大河方了 没有什么大河方 都是前线 都随时挨炸 那整个蒂尼泊河 左岸的这60个战术营呢 现在是鱼座针章呢 每天都处在危险之中 随时断粮 随时断了军火 如果啊 乌军现在 再把克里米亚 与赫尔松连接的这些点 他很多地方非常薄弱啊 如果这一地方 也在乌军的 这个导弹的覆盖之下 那对俄军来说 处境就更加艰难 他想从赫尔松州 撤到克里米亚 都很困难 那再往前一步呢 如果乌军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把克赤大桥给摧毁了 或者是不摧毁 就像那个蒂尼泊河的桥一样的 我只是覆盖 那俄军连撤都撤不走了 俄军就被困在克里米亚和赫尔松 大量的装备和人员 都陷在赫尔松 如果啊 乌军在赫尔松战场上 采取这种围而不打 然后抽掉一部分主力 去乌冬地区开闭战场 那俄军想去回防 想去防守都防不了 因为他的部队走不了 被粘在赫尔松和克里米亚 那蒂尼泊河右岸的赫尔松城带 还有那个扎波罗热啊 这一带 还有二十多个战术营 这是俄军的什么 四十九军 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因为他们背后就是河 他又过不去 他的军师 他的物资 估计早就断档了 现在乌军对他们就是围而不攻 反正攻嘛 不合算 要死人 乌军也缺这些中装备 那我就把你围住 我也不攻 让你们自己消耗 看你能扛多少天 刚才咱们说了啊 乌军把克里米亚的 这个俄军的机场给炸了 俄军的空军啊 极大的被削弱了 那么接下来呢 在赫尔松战场上面 乌军的战斗机 它就可以发挥作用 他用这个苏二五 或者米格二十九 去攻击赫尔松城的这个四十九军 这二十几个战术营 那俄军就相当被动了 俄军就叫被动挨打 你没有办法 俄军的雷达也不能开 你一开就被别人 仿佛这雷达给你炸了 你不开雷达 那你怎么对付这些战斗机呢 对付不了这些战斗机 那人家就要对地攻击 用飞机攻击你地面的 这些军事目标 那俄军只有挨打的份啊 你看啊 在乌军整个计划里面 乌军的伤亡是非常低的 他不像俄军那样 打呆战 步步为营 靠人去拼 死伤无数 乌军现在的战斗理念 有点接近北约和美国了 他不以牺牲人物为代价 你看乌军现在赫尔松 所谓的大反攻 一直跟咱们想象的什么 靠坦克转甲车去进攻 这种场面 就是一直没有出现过 所以大家都嘲笑他 说赫尔松大反攻 好几个月了 也没见到什么大反攻 实际上人家的大反攻啊 是立体化的 是超视距的大反攻 不是靠坦克转甲车去冲锋 人家的大反攻 是围而不打 把你围住 把你的后援力量给你打掉 把你的中火库给你打掉 用海马斯把你的中火库全部拔掉 再用这个什么 反辐射导弹 把你的雷达给你摧毁掉 就是乌军要以最小的代价 最小的伤亡来消耗俄军 所以看到这儿 大家就越来越清楚了 所谓的大反攻 不是靠拼人 拼士兵 拼刺刀 拼的是技术 打的是超视距的战 所以我在网上也看了 很多在阿富汗战场 还有在这个吗 叙利亚战场 有过战斗经验的这些欧美的老兵 雇佣兵 他们这次不也加到乌克兰的雇佣军吗 但是我们在网上很少看到 他们的这些战斗的业绩和这个攻击 为什么呢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炒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吗 狙击手 对吧 他是最厉害的狙击手 也到了乌克兰 结果呢 总之啊 没有看到这些外籍雇佣兵的这个报道 取得了什么战果 你作为狙击手 那你至少要狙击了 比如十个俄军 二十个俄军 或者是这个 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的民兵吧 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想了想啊 实际上在乌克兰战场上 打的这个战呢 都是超视距的战 你根本跟你小兵啊 没什么关系 大家就是大炮对大炮 标枪对坦克 毒刺对飞机 然后呢 靠坦克 靠专家入兵车 靠无人机 所以啊 以前什么阿富汗战场 什么叙利亚战场 积累的那些经验 基本上不管用 简单点说啊 就是现在乌克兰战场上 发生的这个战争啊 才是最现代化的战争 就是截止到目前 真正的现代化战争 正因为这个乌军啊 他把这个反抗俄罗斯的侵略 这个战争 打成了一个现代化战争 他也没有跟着 俄军的脚步去起舞 没有被俄军牵着鼻子走 所以啊 乌军现在就占便宜 虽然乌军你看着 感觉到好像还是弱啊 但实际上这个战打的 乌军占尽了便宜 我在上一期视频说了 在乌东战场上面 北顿涅斯克 还利息昌斯克的时候 打的是呆战的 看我视频都知道 我一直主张啊 在乌军地区 打不过你赶紧就跑 没有必要被别人包围 被别人消灭 也没有必要在那跟人死号 乌军地区丢一个地方 少一个地方 多一个地方 都无所谓的 就要跑 比谁跑得快 你就让俄军长驱直入 你还可以幼敌深入啊 反正俄军都已经打到过基辅了 你怕什么呢 不还撤了吗 所以啊 在乌军地区就是跑 没有必要在那跟人死号 结果呢 你看乌军就是死号 耗到什么程度啊 大家可能也关注了 耗到泽伦斯基都受不了了 泽伦斯基到处说啊 乌军每天死亡就两百 还是三百 伤可能更多啊 这么大一局 乌军受不了啊 最后呢 乌军也没能守住 北登的刺客 也没能守住 利息昌斯克 你这样还不是早撤早跑 死伤这么多人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在乌冬战场上面 乌军某种程度上 就被俄军牵着鼻子走了 按照人家的意愿去打仗 那你能打得过人家吗 就像那个水湖里面 李逵跟那个烂里白条 詹顺两个人吵架 一个时候让你下水 一个时候让你上岸 无非就是想把你 带到自己优势的地方 来比拼嘛 李逵下水就吃亏了 那詹顺上岸 詹顺就吃亏 现在赫尔松战场也一样呢 像俄军就盼着乌军反攻 你集结越多的部队越好 反攻 那俄军这是他的残项 你这么耗着对俄军来说啊 他受不了啊 他没有办法 没有破敌之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已经将近六个月了 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咱们大致分一下 就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闪电战嘛 结果呢 乌军打得非常漂亮 乌军就是游击战嘛 切断俄军的军数不极限 袭击俄军的落单的 这些坦克 装甲车 所以咱们看到很多 那个训报的坦克 还有那些被乌克兰农民 拖走的坦克 其实俄军啊 损伤惨重 实际上这就是不对称战争嘛 第二阶段就是乌冬战争上 俄军开始搞第二阶段军事目标 主要是邓巴斯 什么北顿列刺客 还有卢干斯克 这个阶段呢 乌军就有点被俄军牵着鼻子走 乌军没有找到自己的优势 所以这个阶段 乌军打得很被动 非常吃力 牺牲很惨重 直到后来美军援助海马斯 整个战场局面才扭转 那么现在 哈尔松战争 咱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第三个阶段 这个战场现在看 也没有听说俄军死了多少人 也没有听说乌军死多少人 双方在消耗 这个战打得很聪明 很智慧 打得俄军无可奈何 我们再看看国际方面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宣布 英国除了向乌克兰 增派三辆M270多广火箭炮外 还将同时提供大量的 精确制导火箭弹 同时啊 一万名在英国受训的乌克兰士兵将很快返回乌克兰 最后是奔铺前线 我们再看看无人机这一块 土耳其防务公司在乌克兰买地将设置无人机工厂 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鲍德纳尔表示 一周前 乌克兰政府批准了一项关于建设工厂的双边协议 并将提交议会后获得批准 未来工厂完工后TB-2骑手无人机将由乌克兰本地生产 打击效果不错 所以他要引入这个生产线 要实现本土化生产 那土耳其就答应了要在乌克兰设厂就在乌克兰生产 这对乌克兰来说叫如虎添翼 乌克兰自己就生产TB-2无人机了 咱们对比一下俄罗斯 俄罗斯到现在无人机还没着落呢 传言伊朗要卖给俄罗斯无人机 而且跟俄罗斯进行交换 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战场没看见呢 只要战场没看见这个都有变数 你看好像今天吧 美国伊朗之间这个核协议啊马上就签署了 美伊之间达成了个核协议 那伊朗他就不能肆无忌惮地援助俄罗斯了 大概率啊 俄罗斯这回又被伊朗当作筹码啊 跟美国博弈的筹码 现在估计是美国答应伊朗了 那伊朗就不跟俄罗斯做生意了 什么无人机啊估计就一风吹了 这个普京啊翘首以盼的无人机还是没有下落 此消彼斩呢 你看乌克兰人家自己能生产无人机了 俄罗斯呢别说生产了 人家都没人卖给他 那你说这个战怎么打 麦当劳近日宣布将在乌克兰部分地区重启运营 判借此带动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回归正常化 结合到最近啊 说很多在欧洲的这个乌克兰人 乌克兰难民现在都要纷纷买票回到乌克兰 甚至造成当地的回乌克兰的票一票难求 大家在晚上应该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你看麦当劳又回归乌克兰 这说明什么 至少部分说明了乌克兰现在逐渐进入瓶颈 回归正常 只有几个地方在打仗 比如说赫尔松 比如说什么扎波罗热 顿列斯克 这些地方是战区 其他的地方越来越像平常了 越来越回归正常 这也说明乌克兰人现在信心越来越足 认为乌克兰的局势已经稳定了 无非就是这几个地方跟俄罗斯在打仗 坚持下去 俄罗斯必输 所以他们才敢放心回国 所以麦当劳才会恢复运营呢 如果乌克兰面临着随时被俄罗斯吞并的这种状况 那麦当劳怎么可能还回来运营呢 那那些难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 还要买高价票回国吗 所以说 现在形势对乌克兰是越来越有利 我们再看条新闻啊 普京通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乌方调停 希望能够停火六个月 不过泽伦斯基随即拒绝这一请求 泽伦斯基表示先达到以下主要两点条件 再谈停火的事情 哪两点呢 一要求俄军彻底离开乌克兰 二要求任何和平谈判 要由自己的盟邦在场 先不管泽伦斯基的这两点要求 就说普京让埃尔多安从中调停 希望停火六个月 这一下就漏线了 说明普京胆怯了 普京现在是一筹莫展啊 我在前几期视频已经说了 普京现在就是盼着谈判 因为这个战他打不下去了 除非他用核武器 常规战争没法打了 国内他也不敢动员 即便动员了 结果也好不到那里去 刚才说了 如果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掉 那俄军这60%的兵力啊 这些装甲部队 这些设备武器全部陷在克里米亚 没有办法动弹 乌冬地区兵力空虚 俄罗斯国内都空虚的很 你说这个战怎么打 给人感觉普京是上当受骗了 把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赫尔松 调到克里米亚 给人家包饺子 但是呢 俄军又没有办法 他是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的 谁让自己记不如人呢 你搞不定海马斯 现在呢 战场上又多了个反辐射导弹 专门疯眼的 你说怎么办 海马斯的问题还没解决掉 现在又来一个哈姆防辐射导弹 这叫乌漏偏风连雨 所以普京现在是真心希望停战 停火六个月 这个大家也知道 如果你是强势一方 你现在占便宜呢 你肯定不希望停火 希望扩大战国 一般的都是弱势一方 扛不住了 现在向国际社会呼吁调停 停火多长时间 让自己穿口气 一般的都是这个套路 没有哪个国家说自己厉害 自己占便宜的时候 自己出优势地位 然后呼吁国际社会调停 停火几个月 让对手喘息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普京 俄罗斯也承认自己 现在处在下风 总之 时间是在乌克兰这一边 形势对俄罗斯 对普京越来越不利 我们继续关注 好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